看看我今天烙这个小饼 软不软 既柔软又多层 还筋筋道道的 可好吃了 往500克面里加5克盐增加筋性 给它一分为二 一半用170克的开水烫面 另一半用180克的凉水和面 这个饼它越软 所以说它的含水量就越高 下手揉会有点黏 这都没关系 扣上盆 醒一会再揉 这时候我们来调个油酥 两勺面 来点椒盐和咸盐 再用熟豆油给它炸香 这样油酥就调好了 这时候我们再来揉这个面 手上稍微抹点油 哎 你看 这样它就不粘了 我一共分了六个劲 稍微给它团一团 放在抹上油的盘子里 表面喷上油 给它养一会面 半个小时就行 或者正好糊了点大骨头 这吃油饼啊 就得配点酸菜汤 老香了 取一块面 我们给它擀成大饼 刷上油酥 中间滑一下 从一头给它卷起来 最后封口捏紧就行 这个生胚就做好了 给它擀成个大饼 电饼称喷点油 把饼放入锅中 表面喷点油 锁住水分 等生胚变色了就翻面 不一会儿啊 它就鼓起来了 你看这小饼 软不软 老软 烙至两面上色呀 它就好了 拜拜